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许多时候 静比动更费力 静是力的最高效能 对于那些毫无根据 最恶毒的控告 主耶稣始终什么都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至于审判官很觉稀奇 对于那些无理的侮辱 不堪的虐待和嘲笑 连旁人都会激起愤怒 可是主耶稣始终震静 他大有能力才能不动 凡是曾经受过冤枉 毁谤 虐待的 都知道维持镇静 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师徒保罗说 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摇动我 他不是说 没有一件东西可以伤害我 伤害是一件事 摇动又是一件事 我们没有读过有什么人 曾经像师徒保罗那样痛哭过 一个男子痛哭是不容易的事 虽然保罗的心是仁慈温柔的 但是却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摇动他 他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不同 他不贪求安事 他不以性命为念 他所求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对主 至此忠心 要得主的喜悦 含冤的结果就是闷 这是很难受的 但是我们要不要把他发泄出来呢 亲爱的弟兄 不要为自己申冤 因为宇宙当中唯一的审判官是神 人批评你 毁谤你 主并没有信以为真 所以算不得数 人攻击你 伤害你 公义的主 并没有认为合法 他绝不会让你白白受苦 也不会漏过他们的恶行 人虽然反对你 但是天地之主 赞许你 如果你信神的公义 你的忧闷就会消去 你就会不想甚远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